我讀书的习惯像是英文 我都会七点以前就到学校开始背单字 然后就算当天遇到模拟考 考的是其他科我也会先把英文读完 然后才去背其他科 像是做笔记的方面 我觉得做笔记是没有什么捷径 就是要一个章节一个章节 也循序渐进的去做 我每复习完一个章节 我就会返回去复习几次以后 然后再进行下一个章节 就读设计群 然后对时间安排方面一定有一定的基础 但是我会先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今天要读到哪 然后彻底去执行 全神贯注 然后累了就休息不要硬撑 不然这样只会有反效果 就是要是你有遇到问题 只要你敢寻求帮忙 郁达的老师绝对都会协助你 像是如果你觉得题目做得不够多的话 郁达就会有许多考试资源 然后可以让你多加练习 当然是随时都可以使用 假设你今天算数学 然后某个章节的题目错得特别多 可是你又不想麻烦朋友 或者是等到学校老师来帮你 这个时候这个系统就非常有用 因为你可以随时上去看 然后选择你想听的那个章节 尤其到逼近统策的2、3月 那个时候最有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